女人想把自己全部交给你的三个信号 你收到过吗 第一个信号 一个女人真正想要把自己交给你 托付终身给你的话 那肯定不会强迫你先买房后结婚 因为爱情不能被房子打败 真正认定了你的女人 她会想和你一起去买房 和你一起为了你们的美好的未来奋斗 而不是对你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那样的女人 其实就是没有把爱情放在第一位 第二个信号 一个女生如果真的认定你了 真想自己托付给你 她会在和你聊天的时候 叫你爸妈叫咱爸咱妈 而且很自然的那种 因为她的心已经是你的了 在她心里 你就是她未来的老公 你女朋友有没有这样叫过你呢 第三个信号 一个女人只有心里认定你以后 才会把自己托付给你 才会把自己最重要的第一次给你 甚至想和你先领证 再结婚 有可能她不会直接说 但是她会暗示 比如单独约你出去旅游呀等等 制造两个人的独处机会 这个时候男人就要灵光一点 好好抓住机会 千万别错过了 千万别错过了 健不是红别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